古铺11月17日训德国队西班牙的欧国联比赛前 在德国队长诺伊尔出席了赛前新闻发布会 诺伊尔说我们希望赢得今年最后一场国际比赛 我们对球队的发展感到满意 虽然我们并不是总能展现出顶级的表现 但作为一支拥有不少年轻球员的球队 我们继续在这个过程中努力 迈出下一步是很重要的 双引号 西班牙对瑞士的比赛中 拉莫斯两度罚丢点球 对此诺伊尔表示拉莫斯肯定会继续罚点球 上一场比赛之前 他已经连续罚进了25个点球 我会正常地备战 双引号 谈到德国队在中场的选择 诺伊尔说当每个人都健康的时候 我们的顶级中场球员显然是功过于球的 我们很高兴 他们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 让我们变得更加多样 当然 这个问题和我们想要的踢法有关系 双引号 因为大家级中场球员显然是功能 Pi' 在这些诺断里上的诺断里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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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温暖